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早上7点01分 大陆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飞的长征6号成功升空 一次将20颗小型卫星送进距离地球524公里的轨道 这次一下子是一件二十形 这对我们整个测温系统各个设备的跟踪 包括我们中心数据处理系统接收跟数据处理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次运载的卫星包括浙江大学匹星2号 清华大学三颗卫星等 其中复杂的资料接收传输成一大难题 而为了容纳一共20颗小卫星 空间上也难倒设计团队 今年把整流罩的有效空间能够给它做大 我们现在整流罩的时间是2.6米 长度是6.145米 长征6号长29.3米 起飞重量103顿 大陆使用环保的绿色发动机首次出征太空 主打火箭无毒 无污染 燃料选用易氧和煤油 没有大家都知道含有碳氢氧 液氧和煤油燃烧之后呢 它就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继美国 俄罗斯 欧盟 印度之后 大陆一见多星发射技术成功 代表运载火箭能力与发射技术提高 火箭与卫星的分离技术也有新突破 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现了 航太高科技的实力 记者陆资宇综合报道